拿色纸折啊折 小朋友专注认真DIY小粽子 端午连假开跑 不少爸爸妈带着小朋友应景包纵 今明两天呢 封面是在巴士海峡附近 那台湾附近受到这个封面的影响 其实水气还是比较多 不过天气上并不是特别的不稳定 主要是水气多造成 各地会有一些偶尔短暂飘雨的几率 刚刚四天连假天气状况 这个周末两天因为封面难移 各地大多多云 南部东部有局部雨 北部中部早晚比较凉 偶尔有小雨 再来下周一则是四天里头 最适合出游的一天 各地多云道晴 东半部有局部雨 到了下周二端午节当天天气比较闷热 中部以北午后有梅雨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呢 就是受到下一道封面的影响 而这波封面它是比较具有滞留性的 并伴随西南风带来比较暖湿的空气 因此在降雨的现象上会比较明显 今年短午假期天气较稳定 但下周三四可能会有旺盛封面接近 气氧局提醒留意大雨或好雨 气氧专家吴东荣也表示 下周五六滞留风往南移 伴随强劲的西南气流在台湾上空 在气流最强有组织的对流包 会组成中尺度对流系统 恐怕会有剧烈天气 前预报中心主任正明点 PO出侦测图南亚反气旋味道位上面红蓝两线 似乎同步转正表示天气转变将会迅速 可能有一波显著梅雨降雨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李文明湖 郡明成文军台本报道